在日本橫濱街頭曾經出現一個神秘女性的身影 四十幾年來她因為掛意的外表和行為受盡了歧視的目光 更加成為了一個都市傳說 但是原來這一切的背後 竟然埋藏著日本政府的黑暗歷史和一個半個世紀以前的約定 大家好外源子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哪個在街角等待的女人》 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成為了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 一共動員一億多名軍人參與這場軍事衝突 當時日本盛行軍國主義 主張以軍事力量主導國家的政治和鄉外擴張 還和德國意大利在柏林簽署 特二日三國同盟條約 組成逐心國 而歷時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到了1945年8月 美國分別在日本的廣島長期投下了兩枚原子彈 迫使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也成為了二戰逐心國陣營最後一個投降的國家 而隨著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為了防止軍國主義繼續在日本蔓延 於是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就進駐日本 向日本實施軍事佔領 而當時日本很多建築物都在戰爭裏被炸毀 成為退換班 而導致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無家可歸 只好在街上老宿 在物資短缺之下日本的物價很高 很多老宿者因為沒辦法買食物和日用品 就餓死街頭 據說當時有不少日本人都躺在地下防空洞 而由於環境惡劣也令傳染病盛行 另外由於在戰爭時期大量男性被召去當兵 而他們戰死沙場之後遺留了近二十萬名孤兒 同時有很多行傳的士兵回國之後 因為受傷無法工作 也有些因為經歷了戰敗的創傷失去意志 所以不少女性或家人的生活 就要拋低家庭尋找工作 但是他們要找到工作都不容易 甚至稍有不慎就會走上一條改變人生的不貴路 就如這位被口細稱為黃斌馬麗的女子 西江雪子 西江雪子生於1921年 在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他年僅24歲 由於當時日本經濟蕭條 他一家生活結居 更不幸的是他的父親在戰亂中去世 而他的弟弟就乘機佔去所有家產 更加將西江雪子趕出家門 令他分不到任何遺產無家可歸 他感到心灰意冷 但畢竟活下去就要繼續工作 於是他自己一個在黃斌街頭尋找工作機會 但是他用了一段時間都找不到工作 在這個時候他竟然向家人道歉 隻身來了大城市 但就一事無成真是慚愧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運出個模樣 再回回去故鄉 而在那個時期 日本的工作機會供不應求 每一則照片廣告都會吸引大量人報名 而在1945年9月20日 西江雪子在街上看到一則廣告 內容寫著 做新女性 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 包食住服裝 高收入 限18至25歲的女性 看到這則廣告之後 西江雪子好不猶豫地就報名 當日除了他之外 總有幾千名女子報名 但是大部分的女子包括西江雪子在內 報名的時候根本就不清楚工作內容 不過由於工作是由政府提供 加上又在全國多份報章登出 所以他們對這件事都沒有很大的戒心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他們即將會成為日本社會的犧牲品 網上購物的確很方便 但你有沒有想過你留下的個人資料 例如信用卡 身份證號碼 電郵 都有機會給客客一攬無謂 隨時會令你代入網絡編局 所以如果不想成為原子檔案下一個奇案主角的你 就需要一個可靠的VPN 令你上網的時候不留痕跡 敏感的個人資料也都受到保護 而今天原子為大家帶來的就是Shelfshark的VPN 它除了支援不同手機和電腦系統之外 無論你訂閱哪個方案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無上限 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的裝置都可以受到保護 同時熟悉原子的朋友都知道原子是Netflix迷 而用Shelfshark的VPN就更加可以收看 其他國家獨家的Netflix精彩節目 而Shelfshark還提供30天退款保證 在雙十日透過原子訂購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15字的優惠 更加可以獲得額外三個月免費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在下面的來容簡介區 Click入網址申請 輸入Mr.Adam 細江雪子認證之後 就和其他妙齡女子一同在合襲的房間等待 當時她看到房間外面有很多美軍在等著 她們將房內的女子逐一帶走 之後西江雪子都一樣跟隨美軍離開 當軍人開始對她無手無腳的時候 她才意識到這份工作是什麼一回事 原來當時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投降僅僅三天之後 即是1945年8月18日 政府就要求各地警察協助建立美軍慰安所 即是為佔領軍提供性服務 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舉動呢 事實上 由於日本在二戰末期在國內整頓賣春行業 加上聯軍對日本大城市的狂轟濫詐 令東京紅燈區的妓女都紛紛逃往鄉下 所證無幾 除此之外 由於日本士兵在二戰時期 曾經殘酷對待被侵略國家的婦女 強迫女性成為慰安婦 所以成為戰敗國的日本 擔心日後同樣的事件會發生在本地 所以為了應對頻繁發生的美軍騷擾日本女性的事件 以及為了討好美軍 政府選擇犧牲一部分女人的身體 換來其他年輕少女 尤其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女人的安全 而在1945年8月26日 在東京警示廳的牽頭下 為佔領軍提供性服務的官方邁淫組織 特殊慰安設施協會正式成立 特殊慰安設施協會為了吸引更多女性參加 就在各大保障刊登具有欺騙性的廣告 故意標明高收入、包食宿等條件 引有身處困境的梁家婦女參加 除了因為家境貧窮而加入協會 當時很多女性都抱有愛國情操 所以政府也會將慰安服務包裝成為國賣力的工作 當時有一則廣告是這樣寫著 愛國的女孩們化身舞伴 為日本的重建盡一分心力 而在日本政府大力的推動下 很多貧窮、被迫或者表面外國的女性 甚至有人出於好奇而加入了慰安工作 這些女性的數量僅一度達到七萬多 而當中亦包括了西江雪子 西江雪子成為其中一元後 每日都為多名美軍提供服務 令她身體飽受摧殘 而由於一開始政府推行這個措施太急進 所安排的場所都非常簡陋 甚至只有地板或者借用一些妓院的通道 所以西江雪子完成服務之後 就被運在一個設備簡陋 只有地板的慰安所裡面 她更加曾經試過一天接55個客人 這種生活漸漸令她變得麻木失去感覺 為了改善簡陋的設施 政府後來正式建成給美國人享用的大忌院 包括國際工、柳木廠 這些設施更加運用了系統化的流程 由一開始客人脫三副鞋物 基本清潔到原始都有專人服務 甚至客人在離開這些設施的時候 他們的鞋已經刷到立立令 但是由於美軍習慣不使用安全措施 所以令接近九成的美軍 和提供服務的女性都患有性病 而當時有一名美國記者 對特殊委安設施協會深入研究之後 就將協會的制度和情況公諸於世 即是引起了美國多個宗教團體 和美軍家屬的強烈不滿 所以在協會成立約半年之後 即是1946年3月 駐日美軍就下令將所有場所關閉 不過設在東京銀座歌舞記座的協會總部 就在兩年之後即是1948年4月才關閉 那麼大量從事這個行業的女子又何虛何從呢 由於當時日本的民風非常保守 這些被認為被顛惡過的女子收進社會歧視 而且他們欠缺生活技能 很難找到其他工作 也都沒有面目回家 更加沒有辦法找到男人結婚 所以他們只好繼續買人為生 當時美軍會將從事相關行業的女性稱為潘潘 對於這個名字的來源存在著不同的說法 當中有一個說法是美國士兵要求服務的時候 會激獎發出啪啪的聲音 而另一個說法是人民中有麵包的意思 而婦女為了兩個麵包而賣身 所以被稱為潘潘 除此之外美國人又會將潘潘分門別類 例如專門服務白人或者黑人的白潘潘和黑潘潘 每次會服務多名黑人的叫做花蝴蝶 而被美國軍人包養的叫做安麗 也就是only的譯音 事實上 當時有潘潘女因為得到了美國人的金錢和物資 生活大為改善 更加曾經有一位女性在雜誌上表示 我發現她們奔奔有禮 態度友善 無憂無慮 而且一派輕鬆 想起以前我家附近的軍營裡面 那些日本軍人傲慢無禮 待人刻薄 兩者對比之下真是令人不堪 而當時沒有其他出路的西江雪子也不例外 要繼續為美軍提供服務去賺錢 但和以前不同的是 如今她已經能夠自主地選擇客人 當時潘潘女會化著籠裝 穿著暴露的裙 在美軍經常出現的街道擺出各種有人的姿態 希望能夠吸引軍人的目光 但是西江雪子就和其他一般的潘潘截然不同 她懂得英文 寫得一首好字又會畫畫彈琴 外形比起很多潘潘更為成熟 加上她總是會穿著復古的裙裝 打扮到好像貴族那麼優雅 很多士兵邀約她的時候都會被她拒絕 但多數時間她只會接受比較高級的軍官邀請 偏偏她這種高傲的行徑就反而引來了更多人好奇 甚至有不少上流人士指明要見她一面 而由於她提供服務的時候會自稱為瑪麗 所以軍中的人都會稱她為瑪麗皇后 西江雪子一直以此為心 但後來一個軍官的出現 就令她餘生的命運徹底改寫 有一天 西江雪子如常地接到一個美國軍官的邀約 但是她在提供服務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軍官和其他男人不一樣 因為對方不只享受著她的服務 還向她情深獻敏令她印象深刻 接著兩個人保持聯絡更加開始相戀 那名軍官送了一隻昂貴的翡翠戒指 給她做定情信物 在這個時候 西江雪子似乎終於找到幸福 能夠擺脫潘潘的生活 但是她沒有想到這段幸福的日子 很快就因為另一段戰爭而告終 在1951年 美國在韓戰中陷入苦戰 於是政府就召注入美軍回國 命令他們投入戰場 那名軍官沒有辦法抗拒國家的命令 所以只好向西江雪子告別 在離別當日 西江雪子來到碼頭送別軍官 軍官臨向前跟她緊緊相容 還承諾在戰爭結束之後會回來找她 西江雪子對她的說話深上不疑 認為她一定會遵守承諾 但是接下來的就是一段漫長的等待 軍官離開之後 西江雪子每天都會把臉塗上白粉 眼睛塗黑 嘴上擦上深紅色的唇膏 而且她又會穿上唇白色的LACE裙和手套 然後她經常在皇賓碼頭和附近的街道出沒 希望能夠一直保持美貌 當軍官回來的時候能夠認得出她 期間她仍然會接客賺錢 不過由於她已經心有所屬 所以她在接客的時候就會強調 我什麼都可以給你 但是你不可以疼我 日子一日一日地過去 她亦逐漸老去 可惜不知為什麼 那名軍官就從來都沒有回去皇賓和她重聚 但是她就說她說過會回來找我 這條皇賓街道就是我們最有可能重逢之處 而由於西江雪子每天都以特出的打扮出現在皇賓街頭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 所以大家都稱她為皇賓馬麗 但是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 西江雪子已經年紀不小 還在街上找客 行為嘔心 加上外表奇特 所以她時常遭到旁人的唾棄 穿著年紀越來越大 西江雪子的客人越來越少 收入大減 所以她亦失去了居所 身上都沒有多少的財物 每一天她只是拿著一個行李箱周圍流浪 在晚上她會到一座大廈做電梯小姐 幫客人按電梯賺少量的金錢 而工作結束之後 她就會在大廈的角落 睡在一張由客人鬆震的燈上面睡覺 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她行為乖意 不敢跟她來往 很多店鋪都不願意接待她 甚至她曾經試過被警方拘捕22次 有一次她到理髮店展發的時候 其他客人都向她投意鄙視和煙烏的眼神 更有人向理髮店老闆說 如果她還來這裡做頭髮的話 我們下次就不來 而被她專門外之後 西江雪子只好細聲地問 真是不可以呀? 但是老闆只好無奈地請她離開 除此之外 她有試過到咖啡店喝茶的時候 聽到客人跟老闆說 我不能夠跟她用同一隻杯 幸好 橫濱仍然有不少好心人 就如那個咖啡店老闆 她沒有立刻趕她離開 更加送了一隻杯給她 專門給她使用 為了感謝老闆 西江雪子不時會寄出毛巾或者明信片給對方 雖然有不少人都試圖向她伸出援手 但是她就不敢輕易接受其他人的好意 曾經有一名化妝店老闆娘 直到她悲慘的遭遇之後就打算請她喝茶 但是就被對方狠狠拒絕 她說你是誰 我不認識你 你不要跟我講話 然後就匆匆離開 她曾經表示擔心一旦接受其他人的好意 就會拖累他們 多年來西江雪子一直孤獨生活 但是很幸運 她就在年老的時候遇上一個資深好友 時間到了1991年 70歲的西江雪子在街上見到一張演唱會海報 正當她仔細看海報的時候 海報上面的歌手剛巧走在她的旁邊 然後她向西江雪子送出一張門票 這個歌手叫做永登元次郎 是一個同志歌手和變裝皇后 她的年紀和西江雪子相距甚遠 但是兩個人就相當頭契 事實上在元次郎年少的時候 她因為母親做妓女而討厭母親 甚至出現傷害她 但是當母親去世之後 她才意識到當時的母親為了支撐家庭重擔 才會出此下策 之後她一直都對這件事感到悔舊 而當她遇上西江雪子的時候 就視對方為自己母親一樣 希望能夠將自己的過錯彌補在她身上 兩個人相識之後一直保持聯絡 他們每個星期都會一起吃飯 而且當元次郎有演出的時候 西江雪子都一定會到場支持 但是在1995年 西江雪子就突然從黃濱消失 在1995年的冬天 黃濱落了一場大雪 在落雪之後 當地人都發現 街頭已經不見了黃濱瑪麗的身影 就連好朋友元次郎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而直到元次郎不幸幻想癌症的時候 她才收到西江雪子的來信 她在信裡面說 我想回黃濱了 如果再給我30年 我會努力成為一個好太太 我還有很多很多夢想 原來當時她回到自己的家鄉 是一家安老苑居住 於是元次郎就來到了家鄉的安老苑 在那時 西江雪子已經不再化上一簾濃妝 只有一副和其他長者相同的年老模樣 在那個時候 元次郎站在安老苑的台上 對這個好朋友 唱出他們相識當日 他所唱的第一首歌 西江雪子靜靜地在台下聽著元次郎的歌聲 當元次郎唱完之後 他上前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 向他道謝 謝謝 沒多久 元次郎就回到黃濱養病 而西江雪子就繼續在安老苑度過餘生 事近到了2004年 元次郎先行一步因病去世 在第二年即是2005年 西江雪子也與世長遲 在年83歲 雖然黃濱瑪麗的身影已經不會再出現在街頭 但是他傳奇的一生和妻美的愛情故事就流傳了起來 在西江雪子小生一年之後 即是2006年 一部叫做黃濱瑪麗的紀錄片上映 在紀錄片裏面 採訪了多名和他接觸過的人 例如咖啡店和理髮店的老闆 也有元次郎生前的訪問和演出片段 同時攝影師也拍下了多張西江雪子的相片和片段 攝影師後來表示 真是怕拍下拍下他就會消失 所以想努力拍好每一張 之後越來越多人得知他的故事 而和他相關的作品也不斷出現 有人將他的故事寫成詩 亦有多部舞台劇以他作為題材 而在2018年 香港都有劇團上演再遇瑪麗皇后 重現他傳奇的一生 西江雪子因為政府不為人道的政策 令他和其他曾經從事慰安行業的日本女性 被政府用後遺棄 而雖然他在世的時候生活艱難 而且受盡白眼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真心真意地對待他 不過遺憾的是 他期待一生的愛人最終都沒有回到他身邊 雖然有人可能會認為他已經走向極端 但是不管世俗的眼光 用盡生命去等待一個人的出現 這種忠誠的堅持 市民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呢? 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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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